大家好我是克思 歡迎收看克思日常 這一次選了一家很有名的 義式創意輕食餐廳 以蔬食為主 但還是有少量的肉類輕食喔 如果需要吃全素的 可以點餐前告知 餐廳是走開放式廚房 用簡單和圓形的食物為主 除了主食輕食之外 還有賣甜點跟麵包 看起來都相當的可口呢 第一個是打麻醬沙拉 五麻醬配上的沙拉 五麻醬非常的濃郁 芹菜都非常的清爽甘甜 把海苔拌在一起吃超級棒的 第二個是烤蒜番茄與麵包 香蒜麵包搭配著滿滿的起司 還有自燒的焦糖醬 和新鮮的番茄 麵包烤的恰到好處 表面上塗了少許的橄欖油 配著起司吃特好吃的 但焦糖醬略偏甜了點 而且有點黏牙 變得很像蜜糖吐司的味道 喜歡吃甜的朋友可以吃吃看喔 第三個是印度咖哩佛陀丸 是個歐美很流行的健康餐點 是由穀物 蔬菜 水果 植物性蛋白質為主的餐點 都是用水煮的相當健康 還有敷上印度咖哩醬一起搭配著吃 印度咖哩醬很像是沙爹醬 帶有甜甜的辛香料味 把沒什麼味道的蔬菜們 增加了許多風味 不要看都是青菜吃不飽 其實份量滿大的喔 第四個是墨西哥酪梨鳳梨薄餅 本來應該是配上芒果 但不是芒果季 所以換成了鳳梨 超級薄的餅皮 像是紙片一樣 吃起來相當的酥脆 很像是在吃多利多汁 上面擠了墨西哥辣醬 甜甜辣辣的口感 吃起來非常的過癮 讓平常不吃披薩的人 都可以吃上幾片 第五個是奶油野菇麵 附上一片大蒜麵包 可以沾著奶油醬吃 菌菇味非常的濃郁 沒有過度的煎煮 保有菌菇本身的菇味和水分 麵條咬起來蠻硬的 是有麵腥有嚼勁的口感 吃第一口蠻不習慣的 但越吃越有麵香味 小缺點是 醬汁偏濃稠 吃一碗會有點小膩口 第六個是 燒烤洋蔥漢堡 裡面的素食肉 吃起來很像豬肉 洋蔥炸得非常的香 青菜給的種類和數量都非常的多 吃起來相當的清爽 小缺點是 溫度沒有到很燙 第七個是 洋蔥炒菇三明治 麵包是大蒜麵包 還塗上了濃郁的起司 麵包非常的柔軟 中間夾著香菇和洋蔥 洋蔥偏甜 野菇味很足夠 讓整個三明治不會很單調 來這邊一定要試試看這個喔 最後一個是 四起司太陽三明治 麵包烤得金黃酥脆 口感偏硬 我個人美好很愛 還有附上一個半熟蛋 太陽蛋看起來非常的完美 但油味感蠻重的 麵包中間夾著四種不一樣的起司 有些吃起來有濃郁的起司味 有些非常的坎西 脫手空幹可以吃滿足 這一次五個人點了七道餐一碗湯 花費了3889元 喜歡吃舒適的朋友可以去試試看喔 最後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跟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